今天下午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OHA營單教室跟OneNote 翻展學習平台 OHA營單教室可以說是這兩年 它所推出的一個新的服務 OneNote存在時間就比較久 像我用它大概就八九年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已經用蠻久的 用到人家 我現在要付費,他都還要退費給我 因為我是在幫他講太多了 可是真的好用 但是 好不好用 就是老師您到時候可以自己決定沒有關係 那我們 今天除了大家有看到的簡報 我們待會會讓老師 先以學生的角度 先體驗看看 就是用這個OHA營單教室 互動的 這種感覺 所以我這裡有準備一個 雲端教室 那您可以選擇用手機 也OK 或者是您想要直接 點 電腦簡報裡面的這個連結 都可以 如果您選擇用手機的 那 不注册也OK 你可以直接用訪客 訪客 你可以用訪客 直接就加進來 那你只要 打上你的名字就可以 如果老師已經注册好了 也沒關係 您進來之後 直接按加入教室 那我這裡有一個教室的代碼 這樣也可以直接進來 所以不管老師有沒有登入都可以 你要用 行動裝置 不管用手機用平板 也都可以加入 所以 老師您來參加這個演習 剛好 順便 深深有平板 的時代來臨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也可以剛好 現在 先預備一下 你就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這樣老師有沒有都找到 可以 好 那您加入了之後呢 您看不到像我這麼多功能 你看到的會是比較 少一點功能的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先用 學生的角度來看看 所以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您進來之後 所以我用電腦也是可以 你看 訪客登入 有沒有代碼已經幫你填好了 所以老師 只要 自己怎麼樣 打上名字就好 這個是當 就是訪客的方式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進來了 只是說你看到的功能 比較少 因為你是學生 好所以你就只能看到 這一些這樣子 好 那你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先看看 在整個課程開始之前 我待會兒會先介紹 一個 那這裡 這一段我先到這裡